好回到国内持续要来关心的就是刑警学证国遭殴死一案 那么警方根据了疑似凶器喉咙柱上所采集到的三枚指纹 也逮捕到了22岁的易宝宏 虽然他矢口否认有出手打人 还说当天是因为混乱路过摸到才会留下指纹 但是警方已经根据了监视器画面将他移送地检署 检察官也认为他涉案情节重大 已经裁定收押禁件了 不过随着案件曝光之后也才让人发现 原来他有一个明星母亲 就是歌仔戏演员艺术款 穿白色T恤离着小平头在警方借户下 走上球车得了出不友善眼神 他是22岁的易宝宏 警方在一次杀起兄弟的红龙柱上 采集到三枚指纹 其中一枚就是他的 其实他变成当天路过 因为现场混乱不小心摸到 但警方还是把他列为共犯之一 而他的妈妈也是公众人物 剧中饰演女主角 他是歌仔戏资深演员 易淑宽 硬底子功夫让他不只演出歌仔戏 乡土剧场也有他的身影 儿子脸书上也PO上了 这张母子两年多前的合照 易宝宏更写下 小时候妈妈常说 儿子加油 我们不可以给人家看不起 母子情深 儿子被捕后消息传回彰话 赶着拍戏的艺术宽相当亚裔 阴亚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在我身上 跟我儿子的身上 因为我一直在拍 我也搞不清楚他 这个小朋友最近是在忙什么 因为我一直在工作 然后他已经成年了 他有他的生活圈 只是我们有互相的在联系 不是我看脸书 要不然就是用赖再互相的去关心 他一直说他很好 妈妈你不要担心 你照顾好你自己就好 当然相信我的小孩 强调相信孩子 不会犯下大错 易宝宏的女友脸书上也写着 你不是一个人 大家不眠不休等着你 也请你不要放弃自己 放弃爱你的人 你总是像个小孩子 天天要人为你操心 妈妈担心女友担心 大家都不相信他涉案 但检察官考量 易宝宏有串阵逃亡之余 涉案情节重大 深宴法官已裁定收押境界 记者阿公姚麦绍子杨侯宇祥 台北彰化采访报道